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 忙人厨房 欢迎回到Blind the Kitchen 今天我们又要煮新的东西了 记得吗 上个礼拜呢 我们都在煮 好吃的汤 鸡汤 木鸡汤嘛 今天呢 我又有比较特别的鸡 来介绍大家哈 今天我们又要煮鸡汤了 而且我也是用山药 可是今天的山药的原色 有一点不同 好 今天我们去看 现在我们去看 有什么Infiliens 今天呢 我的Infiliens 刚才我跟你说 山药有一点不同的人色 那么上个礼拜是白色的 你们通常都会看到白色的山药 今天呢 来 我要介绍的就是 紫色的山药 它的形状好像 沙哥 或者是Punkkin OK 一样的 颜色是紫色 里面内部 就是这样的 也是紫色 外面也是有粗粗的 所以你必须要把 我没有用到完啦 这个你看这样大颗 所以我会切一半 然后去皮 然后切丁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有 好 下一个就是什么呢 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 你们都有听过 好多好多不同种不同类的鸡 有白鸡啦 有白切鸡啦 有菜圆鸡啦 有甘榜鸡啦 有牛鸡 上个礼拜网络了 那么你们有没有听过 无需的鸡啦 Birded Chicken 好 今天我就用 Birded Chicken 差不多1.7公斤 这是鸡 这只鸡 这只鸡 有差不多1.7公斤 然后我已经叫那个人 帮我去掉鸡 去掉脚 去掉屁股 这只鸡啦 是特别好吃的 它煮出来 它会令到你的汤 有点滑滑的 然后呢 你们要认识真正的真面目 真面目 那这只鸡的真面目 请看照片 我就是那一头鸡 照片都已经看完了 好 也不大要 不用去介绍那么多了 如果是你们想要知道 这只鸡的营养的成分呢 请看我的描述 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我的视频 还有分享我的视频 记得分享我的频道 记得分享我的频道 和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这个鸡的鸡 请去订阅我的描述 这个鸡的鸡 现在我们接下来的材料有什么呢 接下来的材料有什么呢 那么就是需要一小片的姜 这样等下我会去掉 不用去掉皮了 你就打扁它 然后你就煮一煮你的鸡 飞掉那个血水 然后接下来呢 也是同样的 我需要的这个就是红枣 不送走 狗子 狗子要大一点点的 就差不多20克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 我要一条的鸡 新鲜的鸡 等下我会把它砍成两三段 三段到四段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小小颗的 Lotus 就是莲藕 莲藕等下我也是要切片 最后一样呢 最后一样的就是红枣 我要用10粒的红枣 等下就会看到我去掉它的种子 种子不可以一下煮 然后我的材料就是现在这样的了 接下来 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要抛 抛 就是打这个姜 给它煸 接下来 我会抛这些草莓 这个草莓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沸 我的鸡 鸡 鸡 因为我要把它沸过水 然后放一点点姜 才不会抽腥 那个血腥味道 所以你需要沸腌 先沸腌 先沸腌 OK 2 3 OK 你看它扁了 OK 好 我们现在就去煮一煮我们的鸡 OK 需要5分钟 需要5分钟 首先我们去 加上草莓 OK 把这个草莓拍扁的草莓 丢下去滚的水里面 哇 烧了很烫 然后呢 你就把你的鸡 吊一吊起来 呦 拿着鸡腿向下 就可以了 你们等一下 你一定要飞过它 OK OK 把它关起来就可以了 好 好 再5分钟 我们就切我们的鸡熟熟 先哈 呦 呦呦 呦呦 哎呦呦 飞掉去 不用紧 哈哈 第2个它也会飞的 其实我跟你讲 OK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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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抓住它了 它不能放 OK 我就用3段就可以了 够甜的 不要放太多 OK 接下来我就要切我的鸡熟 现在我要切的 就是我的鸡熟 我的莲藕 我会切我的鸡熟 OK 好 OK 先切到半分 避免 嘿嘿 不要给它跌倒 OK 你看很美哦 这个应该是中国来的 OK 蛮好吃的 OK 我就把它切 随便切就可以了 因为你不要把它切成一个轮子 这样 OK 因为你要有一个 口感 OK 不要切太小的 OK 就是有吃到的口感就可以了 也不用切到圆圆的那一种 OK 明白吗 这样切就可以了 你看好容易 好幸福 OK 手小心手 不要切到 你可以切 歪歪的都可以 怎样什么形状都可以 OK 只要能吃到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 我就要切那个 红色的山药哈 现在呢 我就要切这个山药 红色的山药 来你们来看一看 这个山药 OK 你一定要涂一点盐 为什么呢 它会Oxidize 它好像家里的苹果啊 Eckplant啊 它会变色的 OK 这个已经去掉皮 切成一半 我用这样大片就好了 不要用太多 然后它身上真的好像 有Ogla这样粘粘的东西哈 所以你不用管它 之前的那个白山药 也是差不多这样的 可以你就把它切成这样 一颗一颗 这样就可以了 看你喜欢要吃大片小片 然后呢 也不用用到这么多的 你可以买的时候 你差不多 你用了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如果你看好滑 它能飞来飞去的 可以就切这样大粒 把它切好来许一这样就可以了哈 不要切太大颗 也不要太小颗 太小颗 它就很容易散 OK 我刚才说过了 如果你们要知道 这个山药的什么样的好处呢 你们记得去我的 视频里面 那边看一看 读一读看 紫山药到底对人 有什么好处哈 我跟你说 我的鸡真的是够香的 因为我只是当然 废水五分钟哈 血腥味没有了 My chicken The fragrance was so nice OK 再好吃的 好现在呢 我要下什么呢 也是一样 我会用土窝 来煮这一道汤哈 还有另外一个 tips 还有一个tips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记得 煮汤 永远不可以把 那个鸡胸向下 那是错的哈 因为呢 你会把鸡胸肉呢 你会把鸡胸肉呢 煮烂掉的那一种感觉 因为呢 所有的营养都是在它的尾骨 它的龙骨 所以呢 你必须把龙骨 就是它的背后哈 把鸡的背后往下放哈 OK 现在呢 我要下的是什么呢 OK 先下我的这个 紫色的这个 山药 可以把它排旁边 这样就可以了 对 上一集呢 我会把那个乌鸡 压在那个山药 山药的上面哈 其实也是 可我也这一次 我也可以这样做的 其实 不要这一次是特别一点点 因为那个山药特别香 我需要把它 同伴做这个鸡哈 呦 你看 几美 幸好我的窝是够大的哈 OK 把它全部放在这边 尾巴啦 前面啦 能塞的就塞 然后接下来呢 嘖嘖嘖嘖 我的口水一直流 OK 这个就是那个Lotus 还有那个 艺术薯哈 那个Corn 也可以放下去 随便这样塞就可以了 因为呢 Corn就是给它有味道 甜的味道 罢了吗 对吗 OK 就随便塞 只要你能塞 你就塞 然后你就关下去 盖起来 哎还有 最后一样东西哈 就是什么呢 哎呦 看这个塞到完 OK 最后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那个 嗯 红枣哈 红枣哈 红枣我刚才做出的时候 有跟你们说了 一定要去掉种子哈 洗干净 去掉种子 种子不可以陪伴它 可以就把它放在上面 就可以了 最后的还是什么呢 这个 呃 狗子 不可以下 要等最后的五分钟 你才可以下 好现在我要加水 然后就可以去煮一个钟头了 喂 我的鸡 全部都已经 放在我的土锅里面了 现在我必须用的是什么 时间 我需要时间 OK 一小时 要煮我的汤 一个小时 要煮我的汤 一个小时呢 就是分为两次的火 就是大火滚 关小火 OK 等到一个钟头 然后你就把它灭掉它 我是没有加 I do not add in any flavoring OK salt or sugar or MSG 我不加盐 糖 或者 那个胡椒粉 或者是 什么 那个叫什么 啊 啊 我都不加了 然后就是这样原真原味的 一包汤 好 一个小时后 一小时后 一小时 一个小时 过了 好快 已经超过了 一小时 现在呢 最后一个五分钟 我就要下进我的 Gorgi Belly I'm going to add in Gorgi Belly before I turn off the fire OK 先看一下我的 我的美丽 我的这么香香的汤 OK我开了它 开了它 一二三 哇 我跟你讲 太香了 OK 好 现在我下我的 Gorgi Belly OK 然后下了呢 你就把它 关火哈 哇 好香 好香 好烧 好烫 OK 你就把它关回去 然后 一下子 OK 你关火了哈 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要Serve了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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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我的频道,喜欢我的频道,也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不论你是忙的或者不是忙的 只要你用心,我肯定你能煮出来一包很好喝很健康的汤 这一包汤,我需要把它的鸡跟它的汤分开出来 因为比较容易吃,我相信这一道汤可以在酒楼吃看 在酒店里吃的,是非常的健康,老人家也是很喜欢喝 因为它的味道是非常清甜清淡的,还有补生的功能 现在我要开始喝我的汤 看一看,试一试,它的口味跟上一段视频 我用椰子,这个新鸡来煮的,有没有一样的味道 应该是不会的,好,现在我要开始试吃了 第一口,就是要喝它的汤 哇,我跟你说,第一口都可以承认了 则可以说,可以信用了 它跟上一次的,是不同味道,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香甜 嗯,它的油哦,跟你讲说 不是像我们煮那个鸡汤的油的那个味道 那道这么多 我跟你说,真的很香 你看哦,它的汤是根本就是有黄金黄金的颜色的 它不是来自那个义叔叔 它是来自它的鸡的本身哈 鸡的本身哈 好,现在我要吃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山药 OK,我要吃山药了 嗯,现在呢,我要来开雪色 嗯 嗯 诶,它的味道哦 跟整个礼拜吃的那个白色山药是不同的 这个比较solid 每次它有一点酥 就是potato的味道 嗯 它也没有这么脆 可是呢 很好吃,很清甜 然后呢,鸡的味道也口气着 好,现在我吃完这个,我就要吃我的鸡骨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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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就要摸我的鸡了哈 OK,我吃剩了我的鸡了 鸡鸡 嗯 真的,我很好吃哦 我的鸡 我没有吃过这个鸡 别的鸡 不吃鸡 就是这样的 刚才在前面 你们已经看到它的那个照片了嘛 嘿,我跟你说 这个真的,你一定要试一试在家 好吗 真的,很好吃 下一次吃 嗯 我还会说你们其他的鸡鸡 其他的鸡鸡 OK 好,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